我两个大姑姐也领孩子回来了 正好赶上我公公要过生日 我公公是小娘的时候过生日 但是小娘的时候他们回不来 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今天提前订了个饭店 然后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一聚 特意选了一个最大的包奸 一进屋我儿子就把酒先摆上了 看这样子今天是要开喝了 好几天没看着老爷了 然后看见老爷就感觉格外勤 必须得挨着老爷做 买了点瓜子 上菜之前先嗑点瓜子 我儿子说了这叫嗑葵子 说着话菜就上来了 这是红烧鲤鱼 今天的菜看着挺有食欲 这个是肘子 这个鱼卖相不错 大酱拌的凉菜 锅包肉 这个是扎三样 这豆角做的都起泡了 看着就能好吃 这边菜还没能上完呢 就着急举起酒杯要走一个了 我爸平时不喝酒 然后今天呢也在所难免了 人家喝白的 他喝皮的 这边正吃着呢 又开始上菜了 今天的菜属实做的不错 非常带劲 这个是捞汁肥牛 这个是黄黄茄炒土豆片 放的肉 这个是紫盐牛肉 这个肉可嫩了 特别好吃 这个是猪皮豆 东北人聚在一起吃饭 就是离不开聊天喝酒 然后各种走一个 我和王先生不喝酒 然后我老爸平时也不喝酒 他们家人比如说 姐夫啊 还有大哥呀 兄弟啊 还有叔叔大爷 都特别能喝 我俩来走一个 这是饮料 干杯 我儿子坐在他老爷和他爷爷中间 然后还给他俩倒酒呢 今天这孩子表现得不错 越看越着儿邪恨 我就可邪恨我大儿子了 今天大家这是聊对路了 看我大姑姐笑的 挨着王先生做的这个是二大姑姐 今天这鱼做的好吃 孩子可爱吃了 我爸一个劲儿给他夹 最后一道菜是俺们东北的名菜 铁锅 干嘛棱子 靠大鹅 东北的饭局就是吃一波 聊一波 然后再说一波 然后再喝一波 最后来个总结 就是一饮杯中酒 不喝蒙圈几个坚决都不能下座 干杯来 给妈妈干杯 干杯 祝妈妈什么 谢谢大儿 谢谢大儿 我们吃完之后就带着孩子下来了 到超市 买点东西就准备要回家了 前两天就说要给婆婆买一个帽子 我和大姑姐在这边给婆婆挑帽子 试了三四个帽子 大的大小的小 带着都不太合适 最后这两个选了那个藕粉色的 那个灰的感觉太素了 东西都买好了 这就准备结账回家了 最后我儿子支持给我来了一个什么造型啊 回家路上这边有卖雪糕的 还有这个散装的糖 吃哪个雪糕 最贵的是哪个 两块 这都好吃的 我吃这个 糖块十块 拿吧 吃哪个雪糕 拿哪个雪糕 快点拿完回家了 我在这拿点糖 人别人拿品 这都是两块的吗 就这几个是两块的 就这几个是两块的 那这个 拿这得饰的拿两 得饰这个拿两 这个拿两个 然后这个拿两 这个拿两 那个妈妈拿了 儿子再装里一个 再装里一个 一共雪糕十几块钱 对 主包十几 拿着儿子 一共23块钱 走吧回家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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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冰箱 我这是冰箱 我这是冰箱